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动力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用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来解释 我们在这个惯性定律里面曾经提到过 就是说当一个系统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外力的合力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它的运动状态就可以保持固定的不变 那通常一般来讲就是运动状态我们用速度做代表 所以同学必须要了解到一点 静止状态它也是属于一种运动状态 那既然用速度做运动状态的代表 就表示说它的速度是保持不变的 也就是它会做等速度运动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一个系统如果在做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判定它所有外力的合力必然是等于零的 那这个第二运动定律的主要的阐述 它是告诉你说如果这些合力不等于零的时候 它就必然就受到外力的作用 那我们看看当它受到外力的作用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说它的运动状态必然会改变 那用什么去改变呢 当然是因为外力的关系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受到外力的作用的时候 它会在同方向跟外力的同方向产生一个加速度 所以如果这个运动体它原本就是往右边在运动的时候 那又因为这个外力的影响呢 所以它就开始加速了 但是如果它原本是往左边在运动的时候 也因为受到这个反方向的外力的影响呢 它会造成它减速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力呢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而这个加速度呢必然会改变它的速度 那速度一改变的话 它的运动状态呢就是改变 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本身产生的影响 我们刚刚提到过就是说 这个外力呢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的量值呢 它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是外力本身 那当然很明显呢 这个外力越大的时候 同一个系统 它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当然是越大 那我们了解加速度的定义呢 它是速度的变化量 除上时间 所以加速度越大的时候 这个速度的变化量呢绝对是越大的 一个是速度的变化量大 另外一个呢就可能是时间会缩短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一个车子 好 现在往右边运动 那我们现在呢要赶快让它停下来 好 那停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一定要很短 因为这个距离是非常短的 时间要缩短 而且要造成它的速度的变化量是一样的 因为它本来的初速是微零 但是末速度是零 末速度一定是零 因为它停下来了 所以速度的变化量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把时间缩短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呢 让它产生一个很大的加速度 让它赶快的减速 就是谈到这个影响 那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本身的系统本身的质量的因素 好 我们举个例子 同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质量的不同 好 那如果这边有一个同样的外力 比如说它本来的初速呢 是微零 它的初速也是微零 那虽然用同一个外力呢 去给它作用 但是因为A系统 它本身的质量呢 比B系统要来得大 所以这个外力呢 对它产生的影响呢 就会比B系统呢 要来得小 好 所以这个单元的目的呢 就是告诉同学 外力对整个它的运动状态的改变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呢 就介绍到这里